高球 排球 篮球 足球 跨篮 体操等等多个项目的综合因素 这哪是两位乒乓球选手啊 分明是两位十项全能的选手嘛 我一定要驾驶着心爱的赛车冲过那个山坡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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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功了 冲啊 冲啊 我的车显然更擅长下坡 在购买这辆车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这车的外号叫做弹跳小王子 我一开始不怎么明白弹跳小王子是什么意思 那天我终于见识到了他的弹跳能力 不愧是弹跳小王子啊 那天我的摩托车一定是被施了摸法 那辆红色摩托简直是疯了 都说摩托是一项有生命的运动 我一直以为说的是我们驾驶员 有着生命的火力 现在看来有生命的不是我们驾驶员 而是我们胯下的摩托 知道起飞的秘诀吗 那就是向前冲 用力向前冲 向前 向前飞 啊 哦 对不起 记错了 我够你的是向后飞的秘诀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位试图挑战风向的哥们的表演吧 我不喜欢拍照 我都跟你说了我不喜欢拍照 说起码这种动物的脾气还真是阴晴不定 所以作为一名赛马手 我必须在他发脾气的时候果断为自己寻找后路 当然一定要跟其他选手打好招呼 这样他们才会给你留个空位 不过后来再也没有人愿意为我留空位了 因为有一次也是同样的情况 我就这样上了别人的车 但是我上车后导致他们的负重过大 他们的马立刻跑不动了 其实这次也不怪我 看当时我们两匹马骑头并进 那匹早红马突然刮到了我 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的到了别人的车上 赛后我给自己的总结是要好好地练骑术 而且要好好减肥 如果你的马没有拉车 那么的摔下马背后 一定要死死抱住马的脖子 因为规则规定 骑手只要在马身上冲过终点 成绩都是有效的 如果你要问我抱马脖子有什么技巧 我想跟你说的是没有 就是要赖在上面 无论它怎么甩开你 你都要赖在上面 也许骑象不太好看 但有成绩那就不错了 我实在太喜欢赛马这项运动了 所以我一定要学会骑马 第一步当然是学习上马 但上马真的不是很容易 因为即便你从这边上去了 还有可能会从另外一侧掉下来 这是我发明的 踩着油气筒上马的方法 不是我不得技巧 是那个油气筒 它太不结实了 在水里上马应该很容易吧 看我上来了 就这么简单 好 好 好